接下来宏达国际电子组本线公司HTC Desire 530 请张仁洋资深设计师上台领奖 很多东西都从小都自己摸索 或者是学长姐告诉我怎么做 但很多东西都是未知 所以有点像是我一直在闯 然后要很奋斗很奋斗才能达到我任何成就 你一定有辛苦的地方 因为它不是每次都很够 今天是5X的demo day 身为工业设计师我还是要了解 目前最新的科技有包含哪些 那我是工业设计 如果将这个技术原型 结合到美学还有工业设计 整合在我们下一代的新的设备当中 Nice to meet you. I'm VR designer at HTC So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technology and I see different solution in different industrial design Levive is for gaming or life and this is for industrial No problem and you have to come a little I see something down on screen 他们在每个工厂的链镜里面 都放一个QR code 所以我戴上这VR眼镜 如果这个工厂 这个管线或者这个机器 有些晃动或异常 那你可以更及时地告诉我们一些 所有拜执或者是场馆 高的说说 让我们发现一些紧急的事情 我们需要进行维修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 有点像是用视觉化的方式 取代我们以前可能要 只需的去管线查说 诶 到底有没有出现问题 你可以看到 这原本的圆形是非常大的 你看这个PAC很大 如果之后我们可以将 这这么大的圆形呢 结合到这么小的size 放在口袋中 戴在这VR眼镜 我们就可以到处寻场 把这个东西变成这个东西 就是工业设计师其中一个职责 H7C Read D Pro 这是我们跟我们团队合作的一个案子 一开始我们已经有ReCam 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个 做一个Charging Stamp 然后我们再发像 其实就是Read的形象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可爱 很活泼 然后很universal 然后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要做Stamp 那要符合它的形象 我们后来先画草图 第一阶段是草图 跟概念发像 简单要演几个步骤 就是说 概念草图 做3D 做Moga 然后再做它结构设计 然后进工代工厂 去做它 比较完整 可以量长化的方式 然后再进marketing 去找它销售方式 最后再呈现在 消费者的手上 我很喜欢设计 但是我喜欢设计 设计思考 就是我发现 不管是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以及你交配方式 都是特别设计思考 设计思考也就是 发现需求问题 然后去解决 重点是中间的过程 是沟通 你怎么将一个问题点 找到答案 中间透过 怎样的人 怎样方式 去达到对的方法 去沟通出来 这很重要 所有设计都是 从需求或问题点 找出来 那工业设计呢 就是将你的问题 用一个有形的方法 去做解决 那它可能是有 透过一个新的技术 然后制造一些量长方法 到你摸得到的东西 然后从无到有生出来 这也就是设计跟艺术 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设计是可以被量长出来的 对 那工业设计呢 最主要就是 我们的生活用品 电子产品 或者是汽车 交通工具 这都是属于工业设计的范围 我喜欢我自己 现在的生活太多 我喜欢我自己 我很喜欢是mojito 我第一杯觉得 挑酒也是mojito 我喜欢我一直在成长 跟变得自己 那我自己变得跟病人不一样 我不只是 人家的时候 我有工业设计师 人家有时候 哦 你会挑酒 你是挑酒室 或者是你会健身 哦 你是健身教练吗 我喜欢我是一个多元化的人 不只是一个大面向的 我喜欢我现在多元化自己 每个地方都有它的深度 我擅长跟与不同的人合作 然后去传达我要的信念是什么 我有机构的想法 我有工业设计的想法 我有销售的想法 我有销售的想法 我有商业的business model 我可以利用一套方法 把它的脉络从0到0 讲得清清楚楚 让他别人相信说 我这个东西是可以成功的 设计不只是说你要完成它 如果说你之后要完成一个 比较好设计 你需要一个团队 那你可以manage 你这些不同的人 不同的团队 去达到这样同样目的 这样也是ok的 很多事情不是在你医疗之中 但是你要必须去试 就try and error 最后你会找到说 终有一天你会成功 和我一天会 是什么呀 都不想看 好 好 好 我看你还是不想看 我带衣一下 我估计 此后 可 梦 在